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闭幕 非常感谢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也感谢评委团能够对我们电影的任何 洪阳国翠艺术金具定大脑天宫全球首映里举行 这回我们是用了四个孙悟空 然后来饰演一个角色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桥外 吹吹吹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鱼鱼城 大家好 我是谷小鱼 有没有看到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呢 你先赶快扫二维码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咯 首先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 威琪州的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昨天是在福州落下了帷幕 可以说五大奖项也是名花有主了 是的 昨天福州特别的热闹 也特别的星光异异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昨晚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在福州举行了闭幕式 红毯现场星光异异 黄晓明 赵薇 陈鹤 郑恺 龙田 杨二郎 等上百名中外影人纷纷亮相现场 并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影视方面的计划 两只老虎是今年的11月29号 会在面线跟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到时候去看 然后有我最喜欢的葛优老师 乔珊 范伟老师 都在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我自己也在重备新的电影 预计马上就会开机 希望你早日与大家见面 下个月就要从中开启了 然后我希望在以后呢 建议跟他在场作品 话说当天到场的影人们 有不少是福州人 回到家乡参加定节 不知他们的心情如何呢 太温暖了 好不容易回家了 好不容易回家了 多久没回家看看了 一两天了 变化特别大 而且我觉得这个福州 吃的东西特别好 我昨天一下飞机 就到市中心吃到半夜才会 本节定节以光影一幅 丝路扬帆为主题 共征集到 一带一路沿线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部参品影片 在颁奖委会上 五个金丝路传媒荣誉奖相继揭晓 流浪地球 对不起我们凑够了你 幸福的拉扎罗 三部影片获得了年度故事片奖 白蛇缘起获得年度动画片奖 而意大利演员阿德里亚诺 塔尔迪奥洛及英国演员凯蒂 则分别获得了最受关注男女演员奖项 我是白蛇缘起的制片人 孙尼 然后想首先非常感谢四手之路 木槿电影节 也感谢评委团能够对我们电影的认可 然后也想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然后这个奖分量很重 是属于所有参与电影创作制作宣发的背后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谢谢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党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 《中国机长》 《攀登者》等多部主旋律电影 获得了不俗的口碑和票房 到晚这些作品的主创们也是来到现场 再次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感谢 《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 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本事 而是因为激情的中国观众 和一部激情的电影碰撞在一起 我觉得最要感谢的就是他们 就是《绝生时刻》的演员光景 然后首先我从六个年轻人非常荣幸 在表达这么一部讲述我们建博的影片当中 然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来发生巨大的改变 就是希望通过国 能带给更多年轻人 让更多年轻人看到 希望将来电影人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乐帆天综合报道 可以说最近福州真是秋高气爽 而且昨天我觉得电影的氛围也是特别的浓郁 是的 有一场名为大闹天空的电影的全球首映旅 也是在我们福州举行了 这场电影为的就是弘扬我们的国粹艺术 振兴金剧武器 是的 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特别期待 你知道吗 美猴王这个角色绝对是这部电影非常大的一个主角 但是在这部戏里面有四位美猴王 到底为什么呢 看一下吧 昨天国家重点文化工程金剧电影工程 以入选影片中唯一的一部金剧武器电影《大闹天空》 在福州大戏院举行全球首映礼 导演成禄 艺术指导专家李又斌 杨绍春 出演王禄 詹磊等一众主创齐齐现身 跟大家分享了影编制作的幕后故事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你要怎么样在电影里把一个传统的戏曲呈现出来 然后又要跟舞台不太一样 这个是一个当时是最难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跟导演组进行了沟通 包括最感谢的就是三个艺术师给我出了很多的主意 然后把所有的一些舞台上的东西进行了一次的整合 然后再进行一次分拆 然后用电影的手法 把这个舞台上的《大闹天空》进行了另外一次展现 金剧的演员他是真功夫一定要展现唱作念打舞 在这当中加进一些我们电影的手法 结合起来还是要原汁原味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要有提高 作为金剧武器的代表作之一《大闹天空》 自开拍起就备受观众的期待 据悉此次影片不仅邀请了全国多位金剧专家全程把脉指导 还借助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定艺术表现手法 放大了金剧武器的高难度技巧 加强了视觉冲击 进展金剧武器之美 他又是个神话戏 所以他加了很多那些电脑动画的合成 然后在调色方面也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是这部戏里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而且这回我们是用了四个孙悟空 然后来饰演一个角色 是的 因没有听错 在金剧定《大闹天空》中 孙悟空这个角色可是由四位演员共同扮演 本身这个戏是聚集了全国11个院团的所有的精英 那这四个武生也是现在目前来说 国内比较拔尖的四个武生 然后它代表了四个派别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特长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戏分成了四段 然后由每一个人来展示他们自己最擅长的一些东西 以前魏雪雷 他主要是轻票技巧翻打 他八卦炉 战蕾是武打当中技巧非常纯熟 而且王璐表演上 工价上很是不错 李哲也比较全面 所以说这四位演员 我们认为选得还比较准确 在开拍之前 翻了大量的资料 包括电影 电视剧 还有各个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着宋悟空的形象 还有找了一些专家 还有一些老师请教一些问题 除了新颖的拍摄方式 以及角色呈现方式外 大脑天工在音乐编排和脸谱设计上 也是进行了创新和突破 这些脸谱基本上都是前辈创造的 但是呢 以前在舞台上表演 观众离得有很长的距离 你就勾得可以比较粗糙一点 也没那么讲究 而这次是大屏幕高清4K 而且还有3D的版本 就是一下子如何来展示我们祖国的脸谱艺术 就要提出更高要求 一个线条 一道纹 一个用的颜色都非常讲究 所以首先这一点呢 和舞台演出不一样 要求细 要求精 这是新的一个要求 其实它是一出传统剧 唱腔肯定是老的 那么音乐方面呢 我还要跟唱腔统一的结合 但是呢 你还要粗心 你得跟时代一块前进 还有一个呢 这电影你要出震撼的效果 那么乐队和音乐呢 就得有所突破 这个呢 我们就本着 就是传统的基础上面 我们加大了乐队的编制 和用现代配器的手法 还有现代作曲的手法 给它加以改编 这样呢 就形成了 我们现在荧幕上的 大闹天空的音乐 李老师这个在创作过程中啊 都用了一些老曲盘 老的 因为这出戏本身是昆曲 他在演的时候呢 他就是说有些唱 那个词儿看着有些变动啊 他这个曲子 也要根据这个 这个唱腔的那个风格 不然你这个唱腔是一个风格 你的曲子又是一个风格 他就不连贯了嘛 所以我这点很佩服他 我觉得非常好 可以说正是所有主创人员努力了 用心付出了 才会呈现出制作精良 深受观众们喜爱的作品来 除了普通观众和京剧票友外 首颖里还邀请了俄罗斯 日本 比利时等海外电影人出席 影片的创作水准 也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肯定 京剧电影《大闹天空》 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不开 走出去的重任 这个剧组都希望影片 能让更多人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采 了解中国的京剧武器 弘扬国粹艺术 打造传统文化艺术的国家名片 通过电影工程 让我们的京剧艺术 让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喜欢走进我们的京剧场 更重要的是走向世界 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传扬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居西这部作品 将于今年内在全国上映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爱中国 爱京剧 大家关注京剧电影 大闹天空 乐凡天总可报道 张一新执着尝试不同音乐风格 我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 中国的传统乐器 来跟所有的流行音乐做结合 林俊杰享受高强度工作 我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 别走开 下节更精彩 欢迎回到玻璃海台 乔麦最最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鲸晨 大家好 我是谷晓 是的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 我们东南卫视所主办的 东南供应之星的活动 我们东南供应之星活动呢 继这个福州站 泉州站 张州站 莆田站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到三名咯 那三名的朋友们 如果你家里面有5到12岁 而且爱才艺 爱表演 热爱供应的小朋友 都可以来啦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进入到H5的指定网页 填写信息 获取参赛资格 同样呢 你也可以通过 线下的报名方式来报名 本次活动呢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阿一波食品 对于全场宝贝的特别支持 好紫菜 阿一波 在这条特别声明 本次活动呢 东南未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哦 那么做东南供应小试者 传递满满 这样的量 希望大家赶快来咯 好的 接下时间呢 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 创作激情满满的张艺兴 听说又有新作品要发布咯 近日歌手张艺兴 现身北京出席某品牌活动 聊到张艺兴 大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她是一位唱跳俱佳的歌手 随着对音乐的研究和深入 她现在也可以算是一位 原创音乐制作人了 擅长独自写歌编曲的张艺兴 曾经就创造了十天时间 创作出十五首歌曲的记录 每一个音乐制作人在脑子里 会有很多旋律 或许有很多不一样的编曲的概念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要做出来 然后才能够判断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如果只是提供在脑子里的话 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除了音乐作品高厂外 张艺兴的音乐作品风格 同样也是很独特新颖 尤其是乐器融合方面 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一直尝试创作不同音乐形式的她 最近又开始沉醉于 现代音乐与中国传统乐器的结合 我们在尝试用各种各样的 中国的传统乐器 来跟所有的流行音乐做结合 其实还蛮有讲究的 传统乐器它因为 音色比较跳 比较独特 所以会让 其实有时候会 因为如果你的乐器的配器 就是不合适的话 会发生那个打架的 这个问题 对 跟各种音色不是很匹配 所以要找到一个 最匹配的一个这样的 线紧注目 近日谢霆锋来到深圳 为某品牌站台助阵 一直在工作领域 努力用功的谢霆锋 无论是在音乐上的坚持 还是在影视作品中 常常会在拍摄一些 高难高危的动作时 严格要求自己 谈及自己对于工作的态度 谢霆锋表示 一切来源于 干唯一课的精神 我把每一课 都是当作自己的命去看 因为我觉得每一课 都会决定你 下一课的这个命运 所以自己的人生 也许就是很多不同的 决策啊 选择啊 对 那你怎么选 是很关键的 对我来说 没有一课可以松懈 没有一课可以说 下次再好一点 因为大家也许在乎的 就是这一课 除了永远把重心放在当下 做好当下的每一份工作外 谢霆锋在活动现场 还提起另一个成功的秘诀 就是不断坚持 比如说我当一个歌手 从我出道 到我得到的第一个掌声 可能已经花了四年 那从这个歌手 变成一个演员 可能大家那个时候 也觉得霆锋 就是随便玩玩而已 但是也可能要 摔断了多少骨头 才得到第一次的这个 这个奖项 其实还是要坚持了 对还需要时间的 接下来谢霆锋的工作 也围绕音乐和美食事业展开 当年活动现场 他就和观众分享了 工作计划的详细安排 现在在筹备下个月开始的一个音乐节目 全新的音乐节目 我也希望可以 对 找出一批我觉得新的当代的乐手 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也在筹备我接下来的 风味的音乐美食节 有两天 希望就跟今天的这个氛围一样 歌手林俊杰昨天现身北京出席某活动 10月14日林俊杰的新歌 Wonderland在零点上线 集聚未来感的歌词 与城市音乐等等曲风 开启了林俊杰音乐作品中 前所未有的新音乐风格 谈及自己对于音乐作品的创新 林俊杰在活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通常喜欢就是 不要重复之前做过的 不管是音乐风格也好 或者是说在工作的领域 各个方面的去尝试 对啊 所以我觉得创新在我的内心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在当天活动上 林俊杰首唱了自己 最新创作的这首单曲 Wonderland 算上这首单曲 林俊杰短短不到半年 陆续发布了五首单曲 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方式 他却依然表示很享受 就是因为时间真的是 蛮紧迫的 然后一直在寻慧 然后其实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吧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 选择在忙碌当中成长 这是我觉得的一个 很好的方式 然后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方式 《乐观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布里海台 桥面脆脆娱乐 显微镜的环节 这达东提就有机会 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我们上周的 证据答案呢 就是六一天 这部电影是在 11月1号上映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六一天 赠送的精美礼品之外呢 还有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中的 这个人是谁呢 指导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 娱乐乐翻天的 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 海的味道 我知道 玻璃海台 所提供的大礼包一份哦 实在节目最后呢 提醒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 音视频资讯的话呢 可以登陆一下的网址 或者呢 可以手机下载 我们海国TV 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聚集相会 在娱乐乐翻天 再见 快回咯 一起威风娱乐 世界乐的翻天 因为以下车是终于 终于终于终于